读懂了知字通监 就读懂了人生 何人读通监 多谢关注何人读通监节目 今期我们讲言臣周举 东汉信帝刘宝 虽然是安帝刘湖的亲生子 亦曾被拆封为太子 但是他登位却颇有一些曲折 元初二年即是115年 安帝立贵人严视为皇后 这位严视的性情品行怎样呢 知字通监 给他两个字妒忌 总之就是在大戏舞台上 我们见到过的一个典型的西宫奸妃 思想一下西宫奸妃坐正做皇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果然童年工人理事 生下刘宝之后 就被严皇后毒杀 苏客交给奶妈王南抚养 永宁怨恋即是1202 刘宝五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 但在十岁那年因为遭到严皇后和宦官合力 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而被废置了太子之位 一年之后 安帝死于南秦途中 严皇后和他的兄弟严显等以及一帮宦官 重演了秦始皇故事 严格保密车价急迟四日 返到京师才发丧 船迹仍祭北为皇之子 北向侯留意为帝 严是自己做了皇太后 刘宝因为是废太子 连到父亲临前拜祭都不获允许 新皇帝留意 新年不长 年龄应该比刘宝稍微小一点 严太后看重的就是他年幼 容易控制 可以由自己九尊各正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刘宝只做了206日皇帝 就病死了 这个时候以宣情为首的一帮宦官 策动宫廷政变 要拥立被贬为祭阴侯的前太子刘宝为帝 由于得到群臣响应 京师示威部队和雨林军又配合 政变非常顺利 严太后的三个兄弟被杀 太后本人被送往离宫邮禁 刘宝登基做了皇帝 视为顺利 在处理政变事后的时候 以郎陈禅指出 严太后并非皇帝的生母 亦没有抚养之恩 应该迁到别的地方 不如再居住离宫 亦不能够再见皇帝 朝上群臣都认为 此以正当 当时主持朝廷大局的是司徒李级 李级的幕僚与南人周举 与李级说 从前 虞信的父亲几次想害死虞信 但是虞信对父亲更加公信 郑母脚想谋杀亲生子郑庄公 以至郑中公发誓不及皇传 无相见也 秦子皇怨恨母亲赵姬 和吕不慧路外私通 将他远贬雍州 母子隔住了很久 后来 他们分别被荣孝叔和茅昭的圈坚打动 修复了母子正常关系 成为古今美谈 现在 严氏兄弟刚刚被诛 太后被邮禁在离宫 若因为悲愁而得病 一旦生命不保 你叫皇上将如何面对天下神文 如果你接受陈禅的主张 后世会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各下 不如你秘密向皇上建议 请求皇上善待太后 带领群臣如常朝根 以此向天祈福 争取民望 周举列举的这三个亲子关系的故事 讲的都是孝 都早有定律 愚信被生父后母和儿母弟弟 多番涵害 他愈加恭敬的故事 就是二十四孝中的第一孝 孝感动天 郑武将想谋杀郑庄公的故事 出于著名事件 郑伯黑断依然 秦始皇和母亲赵姬的故事 亦早以仁尽皆知 朝廷以孝治国 离级无法反驳 只要将此建议向皇上上奏 顺帝接受了离级的建议 以诸侯皇之礼安葬了前任皇帝留意 并于翌年的精悦 在东谷朝拜贤皇后 贤皇后也心安 几日之后贤皇后驾崩 周举希望顺帝善待贤太后 并不是出于同情 亦不是与人为善 因为贤太后善权期间 外戚和宦官非常不乎 绝对是周举这类观念正统的朝官 所深惚痛绝 恨不得食肉沉皮 他之所以隐恶扬善 是有长远政治考虑的 就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制度 也是为了使刚刚经历过动乱的国家 和刚刚登位的新皇帝 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境局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 见到类似的现象 比如说 一对母子因为诸如财产分费等问题 而反目承受 他们的亲友往往 就会即时分裂成为武党子党 分别站队起控助威 表面上是为了是非而战 但是对人家改善关系 不单止毫无助益 反而火上加油 令到局面恶化 这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 虽知疏不见亲 是古人用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母子亲情是很难割舍的 就算暂时有裂痕 多数最后总会离合 一旦人家母子和好如初 你就两头都不是人了 周举处理盐太后的方案 好就好在得体合道 所谓得体就是孤传戴谷 如果正是为了发泄仇恨情绪 而报复盐太后 轻者顺帝会立即遭受不孝的非议 重者会触发政局不安 这是因小失大 绝非明智之举 盐太后固然不是顺帝的生母 甚至还是杀母仇人 就算事实上他已经没了任何权力 但是他说了都是朝廷名义上的最高权威 于政治体制尤其象征意然 如果按照陈禅所主张的 将王太后废了或者赶走 就开了破坏体制的恶劣先例 为本来已经因为宫廷政变而动荡的政局 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 与其为是一时个人小分 而须应对会随之而来的重大危机 不如暂时忍忍 以先求得风平浪静顺利接白 然后慢慢再说 至于盐太后几日之后的死 是愧杀 剋杀 起杀 自杀 只是被杀 史书无势港 也不重要 总之 帝朝太后于东宫之后 太后二乃安而崩 结果总算原本 顺帝有了效义的好名声 外人也不必继续追究一个死人生前的恶行 所谓合道 就是不热不冷 恰到好处 大致国家抉择 细致开车短弯 把握好适当的道 至关重要 这个道理不言而喻 处理盐太后除了不废不足 还有很多选择 如果顺帝为盐太后彻底平反 向他归还善政之权 恢复原状 这是过意难以向朝野交代 显然没有现实上的可能 如果不抽不彩 找个地方将他远禁起来 任其自生自灭 这是过冷 得不到理想的效果 新皇帝率领百官朝拜太后于东宫 几合朝廷礼法 又在实际上 褫夺了他的一切权力 一场可凡可简的仪式 就可以安定人心 重构秩序 可谓举重弱卿 周举的傲人事迹绝非仅此一例 知智通监记录了不少 其中他与因人左洪 举战而进行的一场辩论颇为精彩 信帝永和三年 即138年 周举经上司令左洪举战 入京担任尚书 后来 左洪改任师弟教会 举战前汽州次使馮直出任将税 馮直曾经因为贪腐而被定罪 周举以此 弹劾左洪 左洪辩计 皇帝要我举战无用将军 又不是要我举战清高将军 周举反驳说 皇帝要你举战无用将军 又不是叫你举战贪污将军 左洪说 我当初举战你 想不到今天 反而被你所害 周举先和左洪讲了一个故事 春秋时 晋国家臣赵孙子 即是赵盾 又委任韩厥为司马 赵孙子的一个暴人 违反军法 韩厥杀了他 有人认为 韩厥对因人很不给面 赵孙子对这些人说 你们应该祝贺我 因为我委任了一位十分适任的司马 周举跟着对左洪说 我今天弹劾你 证明你当初没有看错我 我不敢为了讨好你而令你蒙羞 但是想不到 你的亮度竟然不及赵孙子 左洪听了 转路为起 说 你对 是我的错 周举和恩师兼顶头上师薄烂 不卑不抗 尤其一句 不敢阿军以为军修 道德 勇气 智慧 才华 简现无为 难怪左洪 亦要心悦成福 周举做过众臣的幕僚 地方的目秀 亦做过上书师弟教卫这类中书大员 还曾经作为皇帝的特使秦氏周举 减核贪官污吏 理力极为完整 他德财兼备既有极强的政治意识 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我认为不仅在信帝时期 就算放在东汉全朝 他亦应该是不可多得的政治 如果有机会为皇帝所信任 任为轰古腹笔 说不定能够成为一代名神 很可惜就在信帝准备拜他为左相的时候 他以四十四岁壮年逝世 周举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何俊之死 多谢大家